当地时间2月2日至18日,202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将在卡塔尔多哈展开跳水、花样游泳、公开水域游泳、水球、游泳和高台跳水六个大项角逐。 中国跳水队近前主力参赛,中国游泳队则将以练兵为主。 跳水 中国跳水队已于1月28日从北京飞赴多哈。 本届世锦赛,跳水队派出了全部主力。 在13人大名单中,包括全洪禅、陈玉希、谢思义、王宗元、曹元、张佳琪六名奥运冠军和陈一文、昌雅妮、杨浩、炼俊杰、龙道一、郑九元六位世界冠军。 未满14岁的黄剑杰是唯一的非世界冠军,也是年龄最小的选手。 多哈市锦赛跳水项目是确定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的最后一战, 对于去年已在福岡市锦赛拿到奥运会满额席位的中国跳水队来说,磨练队伍、观察对手是主要任务。 参赛报名方面,中国跳水队放弃了女子一米板和混双三米板两个非奥项目, 但为了让年轻选手增加大赛经验, 郑九元和张佳琪、黄剑杰将参加另外两个非奥项目, 即男子一米板和混双十米台。 根据赛程安排,全红缠和陈玉希这对女子十米台项目的双子星将在2月4日亮相, 女子十米台当天下午展台预赛,2月5日为半决赛和决赛较量。 2月6日,两人将联手出战双人十米台决赛。 在竞争激烈的男子赛场,杨浩练俊杰将出战男子双人十米台, 他们将在2月8日亮相。 杨浩和曹元将参加男子跳台担任项目, 与诸多世界高手展开比拼。 三米板方面, 王宗元和龙道一搭档参加双人项目, 单人项目将由王宗元、谢思义联手冲金。 中国跳水队在女子三米板项目上依然实力超群, 昌雅妮、陈奕文这队组合既是双人项目搭档, 也将在单人项目展开对决。 多哈市井赛游泳项目将于2月11日开赛, 中国游泳队派出21名运动员女子13人, 男子8人参赛。 由于本届市井赛距离奥运会仅有不到半年, 因此包括张宇飞、秦海洋、 汪顺、徐家瑜、 叶诗文在内的名将都不会前往多哈, 而是按既定节奏全力备战奥运会。 名单显示, 比兵节是中国游泳队出征多哈市井赛 唯一的奥运冠军。 他表示, 虽然外界认为这是我距离单向世界冠军最近的一次, 但我依旧把多哈市井赛当成一次经验积累。 我现在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, 会尽力去拼吧, 如果能取得好成绩, 也会给我带来更多信心。 除了礼宾节, 中国游泳队将有多名年轻选手亮相多哈。 福岗市井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继军于一亭, 需要能在成绩上再次取得突破, 去年她在杭州以2分07秒75创下新的亚运会记录, 所以小姑娘本届市井赛的目标是把成绩再提高一些, 冲击一下金牌。 福岗市井赛获得男子100米自由泳第四名的潘展乐, 将向领奖台发起冲击, 这个目标也是董志豪的, 他在福岗刷新了男子200米挖泳世界青年记录。 16岁小将张展硕则成为中国队本届赛事的劳模, 他将参加五个单项比拼。 对年轻运动员来说, 参加多哈市井赛是难得的历练机会, 检验东迅成果, 为巴黎奥运会积累大赛经验是首要任务。 尤其本届市井赛成绩同时是中国游泳队奥运会选拔的参考标准之一, 年轻人的表现将受到更多期待。